接着说 最近咱们热线会员 外地来沈阳工作的小郑 遇上了一件闹心事 他通过一家叫 沈阳和胜域房地产 经济有限公司的中介公司 租了一处房子 可住着住着 这合同没到期 房子租不了了 房租还没人给推 我就觉得特别的无奈 他们稍微能有一点点诚信 现在其实不至于走到这一步的 他们就是房东和租客 两头坑两头片这种的 租户小镇挺生气 遇上中介没人理 房子没法继续住 要退租金没消息 我是从2020年的7月份 就开始跟他签合同的 然后第一年是正常旅行完了 第二年是从2021年的 7月15号 那正常签一年 是到2022年的7月15号到期嘛 我就也就放个东西 我就先离车站近一点 就方便一些 尽管小镇经常出差 也不咋住在这 但是一年多的时间 这房子是问题不断的 这个房子最开始的时候 只有两室 然后我签的时候 也是说了好好的 就两室嘛 他也没有告诉我之后 可能会要隔断 结果搬进去第二天的时候 就带人来隔断了 就把两个卧室的一个房子 硬生生地给隔成了四间屋子 然后呢 再之后他们就是各种拉人 然后我经常出差嘛 就基本上我每一次回来 租客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一年半 就是对租客都不知道 换了多少匹多少查了 一有什么客户来看房 就首先给我打电话 一个接一个的中介电话 一查又一查地换室友 小郑也都习惯了 直到今年元旦 小郑接到了房董的电话 事变了 房东联系我 说这边他打官司赢了 然后房东已经收回来了 问我什么时候去搬家 房东把中介给起诉了 起诉之后的结果是房东赢了 然后判决书是在2021年的 12月20日下来的 然后呢 这个房东有权这个收房了 然后呢 给中介10天的一个时间去清房 租期还没到 就让小郑搬家 房东跟中介之间 到底出啥问题了呢 我那屋是新装修 装修以后租给他们的 然后那屋里面都长草了 长毛了 然后满地的油啊 什么就特别的来些 还有一个是养那个宠物 我跟他们规定的是 不允许养宠物 然后他们养宠物了 养了好几回 交涉也交涉好几回 是其他租户养狗吗 对对对 您跟他这个中介公司 这边签的合同当中 就明确约定了这两点 是不允许的 对对 不允许养狗 不允许养宠物 然后他那边 说是几天 几天给我清理一回 三四天然后清理一回 说有那个保洁员去清理 然后也没有 然后跟他们交涉 也是今天清理明天清理的 但是从来也没清理过 一年多住他们一年多 一直也没清理过 然后怎么找他们 他们都说除了说行 就是今天去明天去 要不就做啥 就是我也实在没办法了 走得起初这一步 我好像已经感受到了 房东的愤怒 按照小郑的说法 他是第一个租这房子的 一年之前刚去的时候 是两市 后来硬生生 被中介隔断成了群租房 房东不让养狗 却有人养了 还不收拾卫生 谁可忍 孙不可忍呢 这还不算 如今干脆就住不成了 闹心事是接二连三的 这得怪谁呢 怪谁 咱们得看合同 房东当初跟这家 沈阳和胜育 房地产经济有限公司 签订的是房屋托管合同 合同中的约定 为啥中介都没履行呢 小郑的维权之路 能有什么结果呢 下面是一小段广告 广告过后 咱们看看 这边中介的说法 请 放着那梦中的地方去 错了我也不回国 挺好 你梦中的地方是啥样事的 那必须得是 有的吃有的喝 能抢红包能闹喝 遇到困难有为虚 还有对下照顾 我看你真是做梦 但是我能帮你美梦成真 你往这儿看呢 拿出手机赶紧扫 加入会员抢红包 最高能抢88 认真听讲 别留号 我算一算 一天抢88 一个月30天 那就是 可计啥呢 还天天抢红包 那 传助者不是没有可能 已经加入会员的 继续扫码 看到右侧的转发按钮没 赶紧把图片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他们加入会员 你还能继续抢红包 那就大姑 我二大爷三姨 看着我发的图片没 赶紧识别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大海热线发红包了 加入会员 实在向各种福利共分享 热线红包别错过 来给生活加点汤 说房租交中介 房东往外撵 这租户如何是好啊 生命中的每一个点滴 都蕴藏着用心成就的美好生活 27年 我们因健康而生 对于伊利 每一滴好羊奶 都带有生命的温度 荷兰黄金产奶袋 多床配方 伊利科学实验试验证 从牧场到家庭 从中国到海外 伊利羊奶粉 用更高品质 来呵护您全家的健康 北方嗨狗寻味辽宁 本期推荐大连骑士海参 原产地之工 真正的海底育苗 野生环境 无日和人工干预 无添加 无药物 无激素 扫描二维码 或者微信搜索 北方嗨狗 直接购买吧 老曼之 咳痰痰痠 还咳子呢 浓痰酒痕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每一片黄金叶 都采自广西大峡谷 深深黄金 浓痰酒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切叶 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曼之 咳痰痰痰 浓痰酒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盘 黄金油浇完 还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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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痰痰老曼之 还没好 老曼之 咳痰痰传 浓痰酒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牌黄金油 浇完 采摘广西大峡谷 夏秋两季 一生黄金叶 鲜叶提取 一公斤鲜叶提取 一克黄金油 每一粒 都是薄 浓痰酒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浓痰酒壳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咱们接着来看热线会员小胜的道心事 花钱租房 房子住不成了 房租也没人给退 小胜心里这股火啊 憋得老大了 在他看来 这事主要就是中介公司的责任 我那屋里一共生两个住户嘛 一个是这个哥们儿 然后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 那个通过警察的方式 给他们给清扭了 清扭了以后 他们又找 又找敲锁公司 开锁公司 嫂儿来偷门开锁来了 然后正好赶上 让我赶上了 让我赶上 没抓着那也是 没抓着那开锁的 日日跑 就特别不讲理 他告人家没事住的 就是我已经 合同已经终止了 对吧 然后他告人家 那个跟他们签合同的 那个另外一个小伙 告人家没事 你就在这住 晚上让人家 找开锁公司去开我锁去 特别无赖 那就是无赖 这个公司 面对法院的判决 沈阳和胜域房地产经济有限公司 不但没有履行赔偿责任 竟然干出这么一出 这张小镇也很尴尬 眼下 他的东西还锁在屋里 自己预交的房租 还在中介公司的手里 这个是我跟他们签的这个合同 然后交租的一个软件 第一个是押金 然后这个是第一季度的租金 加上这个服务费 在这儿了 365 然后呢 我已经交到了 今年的4月15日 所以说就要把这一部分费用 给它退下来 你看这里面写的这个时间 是从2021年7月16 到2022年的7月15 然后房租 这个租金是800一个月 押金800 管理费 写的经济数365 这管理费就平时微修啥对不对 然后收的这种管理费 对 但实际上啥都没有 那我的诉求就是从今年的1月1号 然后一直到我交到了 今年的4月16号的这个房租 退还给我 再加上这个押金 还有他们剩余的一个管理费 这三个月整的话就是2400 加上一个月押金 这个就是3200 再加上你看我从1月1号 到1月15号这段时间 不也是有房租的吗 对吧 这正好就是半个月400块钱呗 那就是3600了 3600 再加上他们这个剩余的服务费 他们这个服务费是每年都收 它是一天一块钱 剩余的这个管理费 我们就按天就给它退还就可以了 中介公司呢 和我们租房人之间 实际上达成的是一个房屋租赁合同 那现在这个房屋 我们这个租房人不能使用了 是因为中介的原因 那中介应该给我们退这个房屋的押金 租金以及剩余的管理费用 既然小正的诉求合理合法 沈阳和胜域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是个啥使我法呢 之前给我签合同那个房管 发微信 然后不回 打这个微信电话也不回 第二天我就给这个 他们的一个客服打电话 然后呢连续打了三天了 到现在就是一直说给我登记 给我问老板 老板不在怎么就一直拖着这个事 这个不给我解决 小正通过网上搜索发现 沈阳和胜域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不仅有多起租房合同纠纷 公司法人还被限制了消费 为了了解真实情况 热线记者和小正一起找到了这家中介 可是 您好 我聊电台的 麻烦问问一下咱们经理在吗 实在 能帮联系一下吗 租库推租这个事 那边不接到财房 不是您不接财房 您帮我联系一下 那你来动 联系不上是啥意思呢 人道不在 我去等一会吧 他不在 那您帮我联系一下 看看问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来得下午啊 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吗 我说大概下午啊 不 您帮我联系一下 问他跟他说一下这个事 然后您看看他能不能提前回来 因为我们想解决一下这个事 您能想解决啊 您能等人就行了 你牛什么牛 你横什么横啊 欠人钱还有理了 别的咱不说 咱就单看这位工作人员的态度 我对这个公司的印象就不太美丽 想解决就得等 可问题是小正元旦接到退房的通知 这都等十天了 一点消息没有啊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这家中介公司 到底是什么个意思 唱的到底是哪出呢 我特意给您提供换房子 我不接受换房子 我不是要终止换房子 你们现在这个跟房东一样 都不是要换房子 对啊 要把剩余的租金 和剩余的管理费推出来 之前的话 我们租户找过咱们这边说要退租这个事 对 我不知道 你们不知道 对 那咱这边一般处理这个推租这个事的话 一般多长时间能有一个结尾之间的 要找领导的话你就弄着就行了 有联系方式方便告诉我一下吗 没有 领导的联系方式 对 没有呗 没有 那你们平时找领导怎么找啊 出来 就只能等呗 公司职员宁肯用手机玩游戏 也不愿意帮客户联系经理 退款没有规定实现 问啥情况不是不知道就是等一等 可等来等去的结果竟然是这个造型 我们不接到先生吧 这是公立高预 您不接到财往可以 但是租户过来的话 您租户也把租户的问题醒 你们没有关系 对啊 现在就是我来找这个问题 对啊 这个都在这儿 他们也没采访 对 那我们也不接受 您不接受 您不接受我们采访可以 但是但是租户 他找到咱的话 咱那边是不是应该给他解决他这个问题 是给他解决他的问题 但是这是我们之前的问题 不是跟您之前的问题 所以您有什么事 你们这边出去就选 因为我们这边不接着财往 对了 那您可不可以把这出于他的问题 行 您这边请吧 那他这个事的话 您什么情况 他们这边的不管会处理的 好吧 您不是住我 对不是 您那边请 您那边请出去就行吗 我们这边不接受采访 租户为什么找到我们是因为之前 他找到你们的客户 那么多人没有人解决 所以是希望我们过来帮他 他可以当警察都可以 他找法院都可以 你知道吗 这是正常的速度途 不是说你们这个采访 肯定是正常的 你们只能说是一个协助 协助帮忙的问题 而且还不提到直接作用 对吧 这是我们不接受的 不能接受你们的 就说吧 你们不接受采访 对不对 那可以 对 他可以 他可以找警察 他可以找法院 也可以 我们这边 如果不给他处理的话 他都可以去 把法院从镜 这个我们是接受的 但是你们的采访 我们是不接受的 前一秒让记者等着 后一秒就下逐客令了 还玩上小套路了 打上太极了 不琢磨怎么解决问题 这心眼都用在这用不着的外地方上 一瞅这情况 记者决定 让小郑单独跟中介聊聊 可是没多一会儿 小郑出来了 他说如果要退的话 就只能退押金 然后他就一直强调 跟之前房东那个 合作不用终止 他不承认之前那个判决书 他说他那边 已经给房东的房租 打到了今年的三月份 但实际上并不是的 他说这边 要不你就正常住 但实际上肯定住不了 人家都已经收回去了 然后如果要退的话 就是退押金 就是态度很强硬 他之前是交过我房租 但是现在情况是啥呢 因为法院判 不是说你想租 你就能在我家租的 对吧 已经判完了 咱俩这合作终止了 已经终止了 到12月30日 而且他也没找我 结算这个水电费 而且他现在还欠我 法院判我 他违约金他也没给我 现在他在我这 就剩不到一个月的房租吧 但是他欠我水电 水费 电费 还有煤气费 也得着 大概七八百块钱 对 然后他也没找我结算 然后他那个法院判 他赔偿我的钱 他也没给我 他现在就是赖 就是玩赖 就是赖 老赖一样 中介这种说法是不合法的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 原房主拿着一个 已经生效的判决 要求我们这个租房人 退出这个房屋 腾退这个房屋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判决来看的话 实际上这个房屋的 现任所有权人 以及使用人 用意物权人 都是我们这个原房组 那我们就只能按照这个判决 生效判决 来从这个房屋中腾退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只能要求中介 向我们退这个相应的房租 以及这个押金 还有这个管理费用 对于沈阳和胜域房地产经纪 有限公司 现在的态度和处理结果 小正表示 不能接受 肯定是不能够接受的 我就是正常把胜域的这个租金 还有押金给我退回来 就可以了 如果要不的话 肯定是走这个法律走进了 租户可以根据我们跟 中介公司签订这个合同 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这个中介公司 向我们退 剩余的这个房屋租金 押金以及管理费用 那么我们也可以拿 原房主向我们提供的 胜诉的这个判决 作为证据使用 对于签租房合同的问题 律师敲黑板划重点 给您提个醒 一定要确认就是 原房主和这个中介公司 签订了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合同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 另外我们在跟中介公司 签订这样协议的时候 一定要看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 相应的违约条款 像我们今天这个案子里边 就是我们只是限定了 我们租客的一些违约责任 并没有限定 这个出租方的一些违约责任 所以我们在违约方面 一旦出租方有违约行为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争取到 相应的违约金了 就给退押金 这不明摆的耍赖吗 人家小证都没住 凭啥不给人退租金呢 律师也说了 小证要求退预交的租金 押金以及剩余的管理费的要求 是合法合规的 由于中介公司的原因 导致合同没法继续履行 中介公司是应该给小证退钱的 沈阳和胜预防地产经济有限公司 这样的做法你们是第一次吗 第几次也不能这么干呢 招牌是自己立的 更是自己砸的 这么个干法 口碑何在 诚信何在 小证说了 接下来他准备走法律途径来维权 要回租金 借着小证那事吧 咱们也是想给大伙提个醒 这租房子一定得找靠谱的中介公司 签合同的时候 也一定要看好合同中约定的条款 你像小证那样 跟代理租赁公司签合同的 一定要问好房东跟中介公司之间 有什么样的约定 以免像小证这样 被室友连累 租金还退不回来 是这样